加总主席梁全达日前揭发雪州万达镇陪财华小 因为有学生持了缴附加协杂费 结果遭到老师鞭打12下 事件引起轩然大波 陪财华小交教协会主席洛展峰今天出面澄清 指涉案的教师确实因为学生没有带钱缴费 轻轻地鞭打学生12下 而并非他人所说的毒打 而当局第一时间向有关学生家长求证之后 也证实孩子的身上根本没有伤痕 不排除有人借机宣传闹大事件 家长的口述是很快中中的12遍 孩子没有觉得痛 大力一点 这个是家长所说的 我有询问家长有没有看到他被惩罚的地方 有没有痕迹呢 他的答案是没有 没有伤痕 不过他觉得为什么他要被惩罚 所以他就跟他的两位朋友分享了 也是表达了不满 他想说隔天他就去见校长和老师了解相关的情况 殊不知有人把这个谈话内容传了出去 就让有心人打电话给他 问他是不是要把 可不可以把这些东西带上报章或者是媒体 但是他是一口拒绝的 针对家总质疑老师是受到校方施压的言论 若展峰则异口否认 强调校方从不强迫家长缴费 也没有向老师施压 同时表示涉案的女教师已经受到教育局官员的调查 也向有关家长道歉 主席更向记者出示校方的信函 证明家协征费之前曾上报教育局 过后还带记者参观校园的软硬设施 证明家长所缴交的60令吉杂费 没有被挥霍霍滥用 经过这一次的小误会之后 加协承诺日后一定会和学生家长加强沟通 避免再上演类似的事件影响学校声誉 同时促请各方停止做出子虚乌有的指控 免得影响华教发展 NTV7综合报道